我之前其實有學過日文 雖然只學了一陣子 不知為何女生講就是很可愛 然後又很有禮貌 不知不覺中我自己講 好像也會變成那樣的人設 我覺得其實旅遊也有一點像這個樣子 像你到了一個地方有時候你的個性 就是那個氛圍會改變 之前去東南亞國家 我就覺得我的個性變得非常的開朗 現在人在銀座 那為了讓自己融入這個環境呢 我決定我要把我的人設調整成 東京女子 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因為我也對東京女生可能 他們的個性或是給人的印象不太了解 所以呢我就要先來查一下 銀座女子圖鑑 銀座女子到底都是如何 銀座女子到底都是如何 銀行橘子都很優雅 給人一種成熟的感覺 有一個明確的人生規劃 覺得幸福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很會察言觀色 屬於女常人的類型 很會照顧自己 不會像其他人展示自己的弱點 會在意自己的一舉一動與說話方式 朋友常常諮詢自己的意見 個性很好 懂人情世故 但不太深入 干涉別人的私事 會仔細做人生規劃 氛圍很沉穩 不知為什麼無法和喜歡的人交往順利 不擅長唸書 但很聰明 他這椅子是說銀座女子的感情不順利這樣嗎 高貴也很貴的名牌包包單不能有名稱logo 低調名門氣質至少 喜歡藝術品鮮賞還有日本傳統舞蹈 對我現在要來變身銀座女子 那我等一下背這包包好了 屁股看不到logo 高華麗低調不能有logo 嗯 那稱之一件好了 OK 現在銀座女子打扮好要出門了 嗯 Let's go shopping 其實我好像不知道要去哪 完全沒有做功課 今天真的太冷了 先來喝一杯咖啡 然後我等一下想要去逛 白鳳堂的刷具 然後還有上次在 Etoia有看到一個很可愛的燈 但是沒有買 所以等一下也再去看看還有我們在賣 我現在要去看我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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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買完東西了要來找我朋友吃飯 不然看到小籠包也想吃 所以就直接去吃小籠包 雖然說來日本好像應該吃一些日式的食物 但因為就真的很冷想吃一些暖一點的東西 現在在跟我朋友吃飯 然後我要問他 當地人覺得銀座女子都有什麼特質 現在先給你Google答案 因為我自己本身覺得這個倒是還好 但我後面說這邊就是很多很聰明的美女 然後通常皮膚很白 然後身材很鮮細這樣 但因為確實這邊算是一個 就是比如說美容美睫 然後保養 或者是就是服飾 就是高級品牌的店也算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真的在這邊的女生 可能會特別在意自己的就是妝容 或者是穿衣服之類的 然後大家就是看起來都會打扮得比較 怎麼講 不會像是什麼元素下北者那一種 就是走就是比較 比如說二手啊 或者是比較低年凌晨的那一種流行 在這邊的話可能就是 會有比較知性 或是上班族的那種 或是比較高級品牌的流行這樣 那你覺得我現在有做的女子呢? 剛見到你的時候有點像 因為你穿著一個就是 好看 對阿姨 但抽掉就不像了 我看一下你的鞋子 也不不像啦 我要看鞋子了 好detail 我的天啊 我現在要來買好吃的最終餅 但因為家庭要預約 我要先約然後再拿 最終餅應該是我最愛吃的 天食之一 我們到囉 他說今年的最終餅買完了 現在要來買電箱 今天天氣也很好 有很多很特別的香氣 味道都蠻自然的 它有一些比如說海水啊 水的味道 或是它們也有一些 是比如說皮革 然後比較煙燻木質的香氣 植物味道也蠻明顯的 就是會讓我覺得 聞了很像 身處在一個自然的環境 我覺得很特別 當然是覺得 它們的味道辨識度蠻高的 就是 因為真的蠻特別的 我剛剛聞了蠻久 我剛剛 在店裡就是 應該有大概半小時 因為店裡面有很多陳列嘛 然後他們也很貼心就是 都給我一個錶 然後你就依照 你自己喜歡的風味 然後去 可以一個個試 去找他們的味道 但是我剛剛有問他 比較多女生買的風味耶 他就是 有在這個專家嗎 就是Flora這邊 前幾天都在逛街 然後今天 最後一天 想說來逐地吃個東西 我現在要尋找吃的地方 沒有人排隊的店 就是我要吃的店 我現在找到一家 不用排隊的店 就自己來吃了 然後我點了鮪魚 期待 吃飽了 我要去機場了 掰